太极固立山水明氏 敲作北一巍巍太行 南陵滔滔黄河 自然山水灵秀 历史文化悠久 他从身后的远古走来 明山明水明人 诠释着这块古老土地的无限魅力 他向美好的未来走去 明耀 明泉 明雾 昭示着神奇产地的独具一格 这里是司马仪 韩玉 李商尹 诸多历史名人的故里 这里是神功太极拳的发源地 这里有隐喻中外的世界地质公园 这里有中国唯一穿城而过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这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正乘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东风转型品声 充满着创新的活力和无限的生计 古老山羊 江座古称淮川 又称山羊 北一太行 南陵黄河 具有大山大水 好山好水 进山进水的天然优势 北部浅山区 林台山 世界地质公园 风光秀丽 世所罕见 太极拳 浮城遗址 朱在寓 竹林七贤 家印官等人文景观 举世文明 显示了交错历史的厚重感和独特魅力 成功转型 交错英美而行 曾给人留下了黑色印象 通过历届市委市政府 带领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规划引导 如今已经建设成为 飞升中外的旅游名市 成功实现了 由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的转变 我是先后聘请国际著名规划建筑大师 黑川记章 编制了山水园林城市概念规划 中科院编制了市域总体规划 被中科院院士陆大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 欲为具有前瞻性 指导性和实用性的高水平成果 是解决城市空间规划 与产业发展布局的创新成果 城市总体规划 已通过法定程序 于2010年4月上报国务院 山水明市 河南是中国的缩影 焦座是河南的缩影 焦座是中原经济区六大核心城市之一 也是玉西北近东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下10个县市区和焦座新区 总面积4071平方公里 总人口354万 焦座市城市总体规划 对焦座的城市性质定位是 国际山水旅游城市 新型工业城市 区域性中心城市 科学的城市空间布局 焦座市的城市空间布局为 网络型组团式结构 中心城功能分区为七大组团 发展方向为东扩西站 主铁南进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促进中心城市组团式 发展的指导意见 预发201111号的精神 有效拓展焦座市 未来发展空间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将焦座中心城区 修武城区和博外城区 进行整合 形成空间布局合理 功能健全 基础设施完备 产业发展一体化的核心区域 绿色的城市生态文明 南水北调两侧沿河景观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穿城而过 给焦座的城市建设和水系构建 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南水北调水面宽80米 河两岸各设100米的绿化带 南水北调两侧的建设 应以水济天下绿灌中原为目标 打造焦座特色的生态带 旅游带 产业带 经济带 构筑建设 线 面 环 相互渗透 七环 九代 多轴 十六元 绿地系统 七环 只围绕城市的七个组团绿地 外环 与北部山体绿化为一体 成为调控整个焦座市区的大生态圈 九代 至三横六纵 组成数座状水井绿带 多轴 景观大道组成网状绿轴 十六元 唯由龙元湖公园 碧莲湖公园 紫薇湖公园 玉泉湖公园 组成的十六个市级综合性公园 综合的城市立体交通 为融入中原城市群发展 疏通未来城市空间组团 交座对外交通 将形成两纵两横高速公路网 规划建设正交城际铁路 纳入郑州半小时交通圈内 对内完善道路等级结构 整合道路系统功能 规划八横八纵两环的城市道路主框架 修建城市快速环路 营造畅达便捷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未来的交座将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新型工业城市 建设成为一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 组团型网络式生态移居城市